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鼓声阵阵 刀光剑影 这是杭州市富阳区龙门鼓阵的传统民俗表演 东吴战马 鼓声节奏多变 阵型也随之改变 模拟的是孙权排兵布阵的过程 东吴战马 又叫龙门竹马 被列入浙江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马的发源地 位于复春江南龙门山下的龙门鼓阵 龙门鼓阵是三国东吴孙权的故立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村民是孙氏家族的后裔 村民们用竹马表演三国故事 遥想先祖排兵布阵 运筹帷幄的熊子 村中的祠堂庙宇用历史无声的斑驳与威言 诉说着无数孙权的传说与故事 在古镇的巷末之间浓厚的炊烟之中 一桌历史悠久的传统美食 则以有形的方式将这份豪情发挥得畅快淋漓 牛八碗 八道跟牛相关的佳肴 是当地代代流传的美食 相传 牛八碗由心灵手巧的孙家厨娘发明 孙权故里的男儿们行侠仗义 常年征战沙场 英勇无比 勇士们出征前 亲朋好友左邻右舍相聚一起 吃一桌牛八碗鼓励将士们奋勇杀敌保家卫国 同时祈福平安 红森丰是龙门古镇有名的厨师 今天他已经在家门口架好锅炉 准备未远道而来的客人制作一道牛龙骨 最喜欢就是吃牛肉长大的 那像我们龙门的老百姓家家户户都会做里面的其中几道牛八碗的特色菜 牛八碗的主角就是这豪迈霸气的牛龙骨 选用牛的脊椎骨 骨髓丰富 涵盖量高 是深受当地人追捧的食材 将一米多长的牛龙骨切断 这绝不是件容易的事 但红师傅却如刨丁解牛般 游刃有余 一口大锅 一灶忘火 豪迈的烹饪方法将这道菜的磅礴气势彻底彰显 生姜 辣椒 酱油 蚝油 黄酒 不同于其他江南美味的清淡雅质 一道道辛辣配料下锅 仿佛要将孙权的这份豪气 在大锅大火中细细熬制 融入汤汁 牛龙骨其实制作是不复杂的 那最主要的是要有耐心 整个过程下来的话要将近三到四个小时 我们才能把它这个龙骨里面的味道熬出来 熬制牛龙骨更多的是考验厨师的耐心 火候的把控也很关键 大火转小火 借助时间和火候 牛骨头里的骨髓慢慢炖煮开来 牛肉在龙门至少有做法至少有三四十种 也是龙门的一块招牌 细火慢炖三小时后 霸气的牛龙骨便可以出锅了 肉质厨厨师的骨髓 肉质厚实饱满 骨髓软糯 令人食指大动 除了牛龙骨 牛巴碗还有更多的精彩 约最粟的骨头 清蒜爆牛肚 香糯牛角蹄 ANG 软硬牛肉丝 轻炖牛尾汤 在这里牛身上的每个部位都不会浪费 白切 清炖 红烧 爆炒 一桌豪气甘云的宴席 历史中孙权故里的传奇 依然在今天回想 如今 洪森丰每天上午还是雷打不动 要在店门口炖上一大锅流龙骨 巷末里招散的农香是龙门独特的味道 龙门古镇不仅有牛巴碗这样的硬核大菜 还有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特色小吃龙门面筋 龙门面筋又称孙权家面筋 龙门每户人家逢年过节 餐桌上都少不了一碗面筋 香酥可口的面筋 咬下一口便是另一种独特的龙门味道 相传孙权带兵行军之时 阴雨连绵 运送粮草的车辆翻倒 面粉泡水成户 没想到反复洗滤后 泡水的面粉竟变成一团极富柔韧性的面团 非常适合烹饪 被称为面筋 后来乡亲们纷纷效仿并加以改善 最终有了现在的龙门面筋 孙红娟是龙门古镇做面筋的一把好手 制作面筋首先要选用含有麦麸的小麦粉 我们的那个小麦呢不去皮的 就是一次性木出来的 这样呢有嚼劲 那个口感的又要好 加入水 盐充分搅拌 搅拌和揉搓是面筋成型的关键 决定了面筋的口感和味道 我们这个面粉呢这样揉好呢 要现在的天气的话 一个小时差不多了 如果说天气冷的时候呢 要四五个小时 等揉好的面团掰开有丝状 就可以进行制作面筋至关重要的一步 洗面筋 筛子中的面团经过反复的揉搓和清洗 奇妙的一幕出现了 原本麦色的大块面团迅速缩水 淀粉和麦肤被洗去 逐渐变成极富延展性的面筋团 我们这个面筋呢 就是一定要洗的 洗出来的那个白的那一种 麦皮啊 洗的细粉啊 都要洗出来 洗出来呢叫筋 就是这个面筋的筋啊 做面筋的话呢 我呢使筋粉呢 只有三斤左右的筋可以洗出来 只有制作少量给家人吃的面筋 孙红娟才会选择在自己家里清洗 平日面筋制作量大时 他便赶往镇里一个特殊的地方洗面筋 白墙带瓦的老房子 移步幻景的老庭院 青山掩映下的码头墙 构成古镇极具特色的民居结构和整体布局 穿过错综复杂的道路 眼前这栋特别的建筑 就是为解决面筋清洗问题 而修建的龙门面筋房 我们洗面筋呢 以前呢都在那个小器里洗的 小器里呢就是污染很严重啊 还有呢这个水呢很发白了 就是污水没有地方排了啊 后来呢我们就是建了一个面筋房 政府建了一个面筋房 在龙门各家各户都会来到这里清洗面捷 今天清洗房已经聚集了不少人 如今的清洗房 就像过去村口的大树 成了村民们新的社交场所 一边洗着面筋 一边聊着家常里短 这是古镇惬意悠长的夏日 将面筋房 将面团放在筛网里反复搓洗 洗去了面团中的淀粉和麦肤等杂质 留下来的就是极具延展性的面筋 洗出来的面筋团 洗出来的面筋团韧性十足 将面粉中最细腻的精华部分连合在一起 这个面筋团中最细腻的面筋 孙红圈赶往店面 要准备下一道工序 制作面筋的馅料 如果说洗好的面筋团是龙门面筋的门面担当 那馅料就是龙门面筋的灵魂所在 韭菜 榨菜 榨菜 鲜肉 笋干 龙门面筋的馅料 可以根据各家的喜好选择搭配 土猪肉 笋干 榨菜 再撒上韭菜末 清香四溢的馅料就准备好了 洗好的面筋团用温水稍微泡一下 以保持整体的粘性 包馅料时面筋皮更具延展性 揪下一小块用手揉挫开来 极具韧性的面筋皮中加入馅料 手法鲜熟的将周边捏起收口 一个圆润饱满的面筋就准备妥当了 在古镇的巷子中架好锅炉 在古镇的巷子中架好锅炉 油锅中放入面筋 锅内立马热闹沸腾 瞬间香气四溢 三四分钟后 炸至金黄色的面筋便可以出锅了 油锅前的游客闻着香味 迫不及待地等着品尝新鲜出炉的美味 刚从油锅里捞上来的面筋 咬下一口香脆弹牙 嚼劲十足 瞬间就俘获了十克的心 来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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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 吃一下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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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夕阳西下 龙门古镇家家户户的餐桌上 也都少不了一碗面筋 象征着团团圆圆的面筋 无疑是最受欢迎的龙门味道 龙门古镇 龙门古镇 悠久的历史不仅传承了美食 英雄人物的谋略 英雄人物的谋略与智慧 也在传承中探索创新 这里是古镇的酿酒房 孙亚西正在进行酿酒试验 酿酒试验的材料 正是古镇居民洗面筋后的废弃材料 淀粉 为什么会使用废弃的材料酿酒呢 我们这个面筋洗下来的淀粉 是粮食的精华 所以说这个淀粉的量是很大的 浪费了太可惜了 现在把它归纳 把它集中到一起以后呢 我们要把它利用起来 做成一个延伸的产品 为了充分利用居民清洗面筋 留下的淀粉 他不断尝试 期待能便废为宝 咱们这个洗面筋洗下来的那个淀粉 我前后七七八八搞了很多次试验 其中呢 我也拉去做猪饲料 做猪饲料呢 猪吃多了呢 拉肚子 后来他们也不要 还有呢 我去过 拉去过那个织布厂 织布厂呢 做上将用的 上将用的 我们里面有麦皮 后来也没有用 还有一次呢 我去过耐虎材料厂 耐虎材料厂一用呢 我们那个硬度不够 因为他们是用玉米淀粉的 印度比我们强 也没有才用 龙门古镇 自古就有酿酒的传统 洗面筋留下的这些淀粉 是否可以成为酿酒的引子呢 孙亚西和当地的酿酒能手洛涛风 开始了反复试验 将面筋房沉淀池里的淀粉捞出 加入酒区 充分搅拌 酒区的多少 发酵的温度 都是多次试验后得出的配方 他们还发现 如果将发酵好的淀粉 糯米 高粱 按一定比例混合 酿出来的酒入口顺滑 口感更佳 在接下来的两三个月里 这个神秘的配方 将会在酒坛内部 发生一场奇妙的反应 在接下来的两三个月里 这个神秘的配方 这个神秘的配方 他因此向阴袜 说这是入口 看到孙亚西和当地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发酵好的淀粉倒入吊桶中 点火烧至 高温逼出了带有浓香的蒸汽 蒸汽上升 遇到温度较低的金属壁 冷凝成水珠 从导馆中流出 汇聚成一汪清澈醉人的佳酿 这碗淀粉酒就是孙亚西和洛涛风几年坎坷的最终成果 酒香四溢回味甘甜 经过重重困难 淀粉白浆终于酿成了美酒 我从一开始做这个事情以后 从来没有让一滴淀粉流出去过 我们在不停的试验 希望能够把这个便废为宝 物尽其用 从面粉到面积 从废弃的淀粉白浆 到香甜的淀粉酒 一粒小麦的价值 在龙门得到最大限度的开发与利用 历史悠悠 星月当空 英雄豪杰的后裔 历经辗转 看淡风云 在这片有山有水的地方定居 曾经的古脚争鸣 刀光剑影已经远去 只留下清风福奇 唯一不变的 是美食中代代相传的豪情与智慧 在距离龙门古镇 约一百二十千米的淳庵 这里也曾坐落着一个 历史悠久的古城 然而 昔日的古城 却已经沉睡在千岛湖的万寝碧波下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 因修建新安江水电站 诗城与赫城 两座古城和不计其数的徽派建筑民居悄然沉入了水底 千岛湖 千岛湖旁 古城的居民已经建立起新的家园 纯安 古城总是与古老的宴席相伴而生 虽然离开了世代居住的古城 但淳安人延续千年的代客风俗 却从来没有改变 古老的宴席也仍然在代代传承 纯安特色风俗结合本地食材 上百种特色点心与佳肴 让流传上百年的赫城府宴 至今仍然广受好评 牛头大刀片 是赫城府宴代客菜肴中最隆重的一样 重视农耕的中华文明 向来真是耕地的主力军 牛 《礼记》中记载 中国古代最高祭祀等级 太劳与第二级别的少劳 区别就在于是否用了珍贵的牛 作为祭品 时光流转 祭祀的时日慢慢成了节日 祭祀的牛肉也就成了最尊贵的宴客之礼 鲍玉冰 纯安小有名气的厨师 他的曾祖父曾是赫城的掌勺大厨 记忆传到鲍玉冰这里 已经是第四代了 制作牛头大刀片 先要用喷枪将牛头去毛清洗干净 再放进大桶里 同卤水一起慢炖 我用的这个老卤的 最关键的是这个卤料包 这个是一个卤水好喝的一个关键 卤料包里都是些常见的材料 各种材料的配比是这道菜美味的秘密 卤制牛头还需准备蔬菜 这种做法有些出人意料 蔬菜高汤是卤制牛头的点睛之笔 我们用的是素菜汤 素菜汤烧起来不会那么油腻 然后都是一些去腥的材料 胡萝卜 芹菜 香菜 洋葱这些 它能起到很好的去腥作用 卤水与蔬菜高汤 焦香灰映 八个小时的炖煮 让这一锅浓汤充分渗入牛头的每一个细胞 炖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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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藏在牛头大刀片的背后 传统的贺诚福宴 奉上的不只是真修 更是一份远远流长的诚挚心意 古镇风云变幻 千岛湖风光以理 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 岁月从未停止向前的脚步 岁月静好的时光如何留住 在中国人锅碗瓢盆的里里外外 时间总是被掌控得刚刚好 人们搭配着最恰当的食材 烹煮着时光 也烹煮着对生活的热爱 人们搭配下的出品 今天就要尽量了 巨岁月静 天真正的 来